主料,冷冻山楂1000克,辅料,红糖20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主料,山楂洗净沥水,摊在干净的布上,一个个擦干水分,去掉火盒,放入料理机,红糖捏攒,放入料理机,盖好盖子,通点,选择速度加,显示屏右侧出现一道弧线,选择时间加, 设定为60秒,启动,到几时开始,在料理机搅拌过程中,不断用料理帮辅助搅拌,成为细腻的捏状,倒入保鲜盒中,密封冷藏,烹饪技巧,红糖的用量可以随自己口味增减,搅打越细碎,口感越细腻,搅打时间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酌情调整,为方便制,制作好的山楂酱需冷藏或冷冻保存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即使,请订阅本频道,设计划写访